嗨 欢迎收看丽语加油 中国叫马洪志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天我介绍一下日本的和製英語 和製英語的那个日本语视频其实也很多的 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上次的那个我发过的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次是有三种的和製英語每一期看看 首先一个和製英語叫 ガムテープ ガムテープ ガム是口香炭 不是口香炭 就是ガム然后テープ 包装袋的吧 就是包装的时候可能使用的包装的包装的那个胶带 这个是就是ガムテープ 就是一个茶室的那个东西 就是ガムテープ 在一般是搬家的时候可能经常可能听到 还有邮局邮局的时候也可能听到吧 好下一个 卡塔 卡塔 卡塔是卡塔内服的项裂 卡塔内服的项裂 也是就是剪刀有点像 对吧 剪刀是有点像 但是就是剪刀是可以用用两手的那种感觉 但是卡塔就是一种像是切颗棋 切颗棋 其实不是像是的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像就是圆柱笔那样的大小 然后能可以切的一些 切一些纸的一个东西就是卡塔 卡塔内服 ですね 最后是 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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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宁的意思是作弊的意思 对 一般都是在考试的时候经常听到 对 看宁 作弊 对 看宁 是名词 所以看宁 する 所以这个 如果用的话 看宁 する 是比较不常用 因为する的话 就是现场的感觉 对吧 所以看宁 做过了 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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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OK了 好 那么今天是学过的东西 稍微特殊一点的东西了 ガム テープ 卡塔 看宁 好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